依林說 妳這是什麼 妳是因為外甥女 才反省自己 並且改自己的脾氣 什麼意思 第一 妳本來脾氣也不會壞 也沒有不好 在我們面前是這樣嗎 對不對 有聽過江湖茶文 是不是 因為私底下應該是滿嚴格 也不是說不好 應該看她的臉下 我主持幾個臉而已 我就能看得到不用這樣 你應該這麼嚴格的感覺 對 有人說看到妳的眉毛 就知道妳這個人不好相處 以前有人會這樣跟我講 他說我眉毛又濃 又直 他說妳脾氣一定很差 我承認我脾氣不是太好 但是我覺得 我過分地嚴格這件事情 是不好的 然後這件事情 其實我爸爸已經講了我 應該說家裡面的長輩 講了我很多很多年 從小講到大 就說妳可以不用這樣子 去要求別人 或者是要求妳自己或幹嘛 或者是妳覺得妳自己 必須要做到100分 別人也一定要這樣 妳不要拿妳自己標準 去衡量在別人的身上 等一下 嚴格可不可以舉例來說一下 怎麼樣嚴格法 就好 我現在就講說 讓我 徹頭徹尾反省說 自己再也不要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外甥女 因為我自己沒有生小孩 所以我把我的外甥女 因為她從出生 然後到她滿大 我們兩個都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在一起相處 所以她除了不是 從我肚子裡面出來之外 她其實根本就像是 我的小孩一樣 對 然後我以前就是 她幼稚園的時候都還好 後來到她上了國小 一二年級開始 因為開始會有一些功課 然後比如說她去上英文 或是數學什麼的 那我就會開始很嚴格的要求 她說譬如說好簡單的問題 我只是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二加二等於多少 她會這樣 二加二 四 我說好一二三四 四對不對 來寫下去 她可能寫三 我說妳為什麼會寫三 來二加二是等於多少 一二三四 四來寫下去 還是寫成三 然後我就想說妳怎麼了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生氣 我就會很嚴厲的 我就問她說 妳再算一次 妳再算一次 為什麼是三 好狠 妳看她的眼神 對 妳如果沒有我陪妳 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真的 小孩才五六七歲 對 我爸爸叫我去教小孩功課的 我爸爸在旁邊看到 他說 妳以後妳不要再教小孩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外甥女兒 怕的 她嚇到 她就這樣 只會知道眼睛瞪著我 然後眼淚一直掉 一直掉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她對我已經變成恐懼 那妳就看妳爸怎麼教 對 二加二四 然後寫一個三 那妳爸怎麼反應 我爸說 妳再想一次看看 我爸真的很溫柔 我爸真的就是這樣 好好的 然後小孩後來就會了 然後事實證明 我不用這樣子兇小孩 因為我以前覺得說 如果我不這樣兇他 他不會有記憶 他不會記住說 我這個以後不要再犯 他的記憶只有說 這個姑姑很兇 這個叫大姨 對 大姨很兇 然後我就眼睜睜看著 我爸爸這樣子活生生的例子 然後就知道說 自己真的做錯 然後一直到小孩更大了以後 我們才開始 因為中間大概有隔了 一兩年的時間 小孩看到我會說 大姨 然後就會跑掉 會躲起來 好可怕的大姨 我很難過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 超級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出外景 然後我出外景的時候 你知道我是會拿著他 就是手機裡面的照片 我會看著他哭的那一種 我是這麼想他 可是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這一個禮拜 對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 跟我這麼緊貼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 當我們兩個關係 開始慢慢地修復以後 他開始忘記我 對他造成那些傷害 我就有一次就跟小孩講說 我說寶貝啊 我說大姨想要給你道歉 他說 為什麼大姨要跟我道歉 我說 我說大姨不應該 用這麼兇的態度對你 然後這樣跟你講話 然後讓你看到我就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他就這樣 傻傻 因為小孩子你知道他們 你確定他是傻笑嗎 我怎麼感覺他是 很敷衍的笑 他很嚴重的笑 可是 然後就跑了 可是 沒有我沒有讓他跑走 插著他的手 就是說 他說大姨 像 跟你道歉 你要不要接受 可是後來我就有真的很誠懇地跟他說 我說 我從今以後 我再不會把自己當成是大姨跟你講話 大姨也是人 也會有做錯事情的時候 只要我做錯 你就可以告訴我 大姨你不應該這樣 大姨你錯了 我說我會跟你道歉 只要我錯了 我就一定跟你道歉 我絕對不會有藉口 好 那大姨2加2是多少 1 2 3 這個可以 這個有時候是一個人生這個 漸漸有點年紀 磨練之後 你現在是跟家人 你變柔軟了 道歉了 必須要 可是你跟工作同仁呢 你在工作環境常上 對不對 有的時候同事之間 如果你太嚴厲 大家也會 也會講 那只是 大家可能不講 可能私底下會有一點 有的工作人員 疏遠 或者排擠 其實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有嚇一跳 但我現在講出來 我相信 篤哥 雅蘭姐會想 大家聽的時候覺得 這個很小的事情 可是她在當時的我 造成很大很大的衝擊 就是大概25 應該有25、6年前 我那時候拍第一部 第一部連續劇 然後因為我以前是拍短片 跟廣告出身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拍片很開心很快樂 所以能夠跳到戲劇 這一塊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Yeah 有一個新的門 又打開這樣 那那一次呢 是插一個很小很小的角色 那我後來知道 我這角色之所以會入選 是因為我是空降部隊 因為是那時候的 電視台高層 然後就覺得說 這女生在廣告上面 好像大家都還滿喜歡 不然她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就把我安插進去了 那因為對於我來講 在拍廣告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被客戶 會被導演指定 所以空降這件事情是 沒有什麼的 但是我不曉得說 原來這個行為 在劇組裡面是會 沒有理由就直接被人家 應該說不是 不能說沒有理由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理由 被人家討厭 那因為原來我這角色 雖然再小 即便是有好多場 都是沒台詞的 可是因為我不是導演 原本預設要的這個人 所以導演在現場 已經很不待見我了 那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就是新人嘛 你遭受的一切 通通都是正常的磨練這樣子 那我永遠記得 就是第二次去拍片的時候 然後我從早上大概五點多 我就到了現場 跟著大家 就工作人員一起到 現場大家在搜尋 然後就在旁邊坐著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沒有化妝 然後一直等 等到大概過中午放飯了以後 我才開始被化妝 好 化完了 等... 從我早上報到到最後 17個小時過後 天黑了 蛤? 大家收工了 嗯... 所以你一個鏡頭都沒有拍 我那場就是被CAN掉 但是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戲打橫著拍 有時候就是希望說 前面的場景可以拍得比較好 所以有一些比較不重要 我們可以被CAN掉 沒有問題 然後大家就 拜拜... 明天見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不敢收東西這樣子 一直到化妝組 他們那一邊 都已經通通東西都收走了 燈都關掉了以後 我才想說 是收工了嗎? 然後剛好外面只剩下 你知道美術組跟燈光組的同仁 他們在收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問一個燈光助理 我說 不好意思 請問今天是收工了嗎? 然後說 對啊 你自己不會看 我就說 哦 好 我就謝謝大家 辛苦了 然後我就轉身 然後想說要去路邊 找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聽到這個燈光助理 他要講 錢這麼好賺 不會回家躺著賺 蛤? 我就覺得 唉唷 我有做什麼事情 需要被你這樣子講嗎? 對啊 這個有點 這個就有點嚴重的感覺 對啊 然後其實我當下 我也沒有哭 我也沒有生氣或難過 我就這樣傻住 然後就回頭看他一下 我就去叫車就走 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想說 會不會就是因為 我是空降的 所以大家因為都知道這個消息 那連最小的人都可以這樣 可是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導演 他不帶見我沒有關係 他心裡面會有疙瘩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他設定 想要的那個人 來演這個角色 但是其他的人 你這樣子對我有必要嗎? 對啊 沒過幾天 你接到那個通知換角 你那個角色也又換掉 我就被換掉 然後我之前有拍的機場 全部通通都被剪光光 因為還好你只有拍機場而已 你到底做了什麼 得罪了這些人 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因為空降也不是你去喬的 對 可是人家會不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跟上層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才會被剪進來 可是如果有關係 為什麼你拍的 又要全部被剪掉 對啊 而且為什麼如果我有關係 我要拍一個這麼小的角色 而且我那角色 是很多場都沒有台詞 我就是一個在旁邊路過的 跑龍套的 就一個大特 你選錯劇組了 你來拍各點戲 就不會這樣 最好以前應該要去試試看 都像一家人一樣 而且會主動去跟新人打招呼 我們連對臨時演員都很尊重 我覺得小時候 真的 因為妳是把他搞緊張了 對戲也不好 對 他演出來也不會好 可是我必須講 那個真的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我只是當下有被嚇到 但是現在長大了 也就經歷過很多了 我反而覺得現在 真的能夠拍戲好幸福 因為大家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妳現在進劇組會有不熟的感覺 或者什麼嗎 還是會 就是因為我們出來乍到 還是希望跟大家 保持一個禮貌的距離 然後不要給大家造成困難 而且又不是小孩了 我也不需要人家時時刻刻去呵護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太幸福了 因為現在的劇組跟以前的 真的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現在工作的孩子都好年輕 然後大家通通都好禮貌 然後所有的事情都好盡著 我在旁邊 我常常都是看著他們在發呆 我會覺得怎麼這麼優秀 他講一個重點 現在孩子很年輕又很禮貌 他講的是真的很久以前 老劇組那個時代 喔 那時候 對啊 有攝影師 攝影助理 喔 有每一個 刁人刁得好厲害喔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